從右腿去給你能量傳遞到你的左腳腸 你的左腳必須在手肘的下面 然後再通過你的後背和內骨 去指向你的左側來產生更好的移動 so we start the sway action in the down part we direct the ankle the knee start to direct also the hip but when we arrive on the left foot so I feel not fully but like sent to balance 首先你要用到你的腿去擺盪,去給到一個方向,從右腿給到左腿,這個時候你的重心會在兩腳之間,這條腿不是要伸到最高階,一定是帶有一個膝蓋滾動半高位的狀態,再覆蓋你的身體去推動到前面,背部來穿通你的身體。 所以你們要感覺到自己很緊的一個位置上,穿過一個很窄的一道門。 女士,我們必須要準備好我們的右腿,但不是只有右腿去回到右腿,而是左腿去向右腿去向右腿。 當我們開始把重量移動,我們必須要把右腿的肩膀結束。 當後退的女生,在你後退的3的時候,你的右腳來帶動你的胯,朝斜後方來打開,前進到讓開一個空間。 然後你的右肩一定不可以在兩個腳之間,一定是偏後的。 女生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當你在後退的時候,你的胯位和腿不錯,但是你很容易只用到胯和腿,身體留在了前面。 這個時候你前進的五半,就會覺得你的身體的重量都留在了她身上,就很重,沒有辦法繼續向前移動。 第二點就是,女生會在準備擺盪到高位的那個瞬間,去等待男生。這個動作是應該你自己去產生出來的,而不是要等待男生去推你或帶你去到那個高位上。 現在我會不會太多話,可以在一起嗎? 來吧,來吧。 大家 說吧。 請你。 大家 說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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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